我们生活在历史上最伟大的福音期之一 古代仙知都期盼和预言这个福音期 我相信这个也是他们游冲渴望的时代 尽管我们享有来自高天的所有祝福 但仍然积极地工作 互相矛盾的信息也不断地攻击我们 天使摩罗乃曾提醒年轻的仙知若失斯密 他的名字必定在世界各地受到好评或恶评 这项预言的应验比所有其他预言的应验更明显 先知为了维护他的见证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但那些攻击的势力到现在仍然持续攻击教会 甚至是耶稣基督本人 救主他的属罪牺牲 以及遍及全人类的属罪效力等等的事实 都受到质疑 而且被人驳斥为神话 或者是软弱无知的人的希望 是一种无契之谈 除此之外 福音已经在现代复兴的事实 也继续受到质疑 这一类信息不断地攻击我们 可能会对我们造成困惑 怀疑 以至悲观的态度 每一个信息都攻击着我们信仰的基础 我真理 我们对神的信心 以及我们对未来所持有的希望 或者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真实面貌 但我们仍然可以选择回应这些攻势的方式 当我们实性的教育和信仰遭受挑战时 其实正是亲自认识神 深入认识祂的非常好的机会 这是我们出出选择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由于我们在今天的世界面临种种矛盾和挑战 我要提出一项建议 一项能够带来平安和保护 并且适用在所有人的选择上 这一项选择就是信心 请大家注意 信心并不是一项免费的恩赐 并不是无需思考渴望和努力就会伺给我们 信心并不会像天上的金露一样自自然而滴下来 旧主说 到我这女来 又说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来 叩门等等都是动词 也是选择 所以我要呼吁 请大家选择信心 选择信心而不是怀疑 选择信心而不是惧怕 选择信心而不是未知和未见的事 选择信心而不是悲观 摩尔门经阿尔玛书第32章 阿尔玛的一篇经典讲到 他用信心为题 提出一连串能够确保我们培养和维护信心的选择 他给我们做选择的指示 他的指示是一些具体行动的字眼 这些行动会经由选择而产生的 他使用的字包括 他会唤醒、激发、实验、运用、愿望、发生作用和播下这几个词语 接着解释 如果我们做了这些选择的话 不将自己的不信令种子挤出去 这样种子必开始在你们心中膨胀 没错 信心是一种选择 而且必须努力追求和培养 所以我们要为自己的信心负责 我们也要为自己缺乏信心而负责 选择是属于你和我 有很多事情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个美丽世界里面各种物质 我不明白其中的细节 我不知道也不完全了解属罪心恶的地方 为什么旧主的牺牲能够结成所有悔改的人 或者是为什么旧主竟然能忍受到全人类的痛苦 我也不知道摩尔门经中所提到柴雷罕拉城在哪里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信念有时候会和科学假设 或者世俗的知识互相矛盾 或者这些就是天父所说 将来在后期时代会显示的天国奥秘 虽然我不知道每一件事情的答案 但是我知道那些重要应该要知道的事 我知道带领人走向救恩和超升的明白 而简单的福音真理 我知道救主的确承受全人类的痛苦 而令所有悔改的人都可以得到结症 摆脱罪 而对于我不知道或者我没办法完全理解的事 在我强而有力的信心帮助之下 能够弥补那些未知的部分 令我可以继续向前领受福音的应许和祝福 然后就好像阿尔玛所教导 我们的信心会带给我们完全的知识 只是带着希望和渴望这两行装备 就能够敢于走尽未知 也就是我们对主具备信心和忠诚的证据 所以我们要跟随阿尔玛的方法去选择 让我们继续选择信心 如果你的内心有困惑和绝望的负担 请大家选择 换醒和激发你的心力 带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 谦卑地接近主 就能够走到通往真理的道路 走到主光明、知识和平安的道路上 如果你的建设不够成熟 没有经过考验 也不稳固的话 请大家选择 运用奢离的信心 选择拿他的话作个实验 救主讲过 人若立志 遵着他的子而行 他就必晓得者教训 或是出于神 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 当逻辑、推理或者个人的聪明智慧 和神圣的教导 教育有冲突的时候 或者矛盾的信息 就像史图保罗所说的火箭一样 打击着你的信仰的时候 请选择 不要将自己的不信令种子制出去 记住 在我们的信心受到考验之前 我们不能够获得见证 如果你的信心已经经过验证和变得成熟 请选择 细心滋养他 虽然我们有坚定的信心 但是当信心受到各种混乱的信息 互相攻击的时候 就会变得很脆弱 信心是需要经历不断的 当耶稣的门徒问他 为什么他们不能像刚刚看到 旧主所做的一样赶鬼 耶稣就回答 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真的移过一座山 但是我曾经见过由于信心 驱散好像山一样的不信和沮丧 取而代之界是希望和乐观 我曾经亲眼见到 由于信心好像山一样的罪 被悔改和宽恕所取代 我亦都曾经亲眼见过 由于信心好像山一样的痛苦被移平 取而代之的是平安、希望和感激 所以我确实见过山被移走 因为我有信心 我发挥我所持有的圣职能力 领受到福音的甜美 相信并且接受了救恩的教义 因为我有信心 我带着平安 去克服生活上的考验和困难 因为我有信心 所以能够将问题深知是怀疑 转变成为确信和了解 因为我有信心 所以我能够用毫不怀疑的确信 影响未知、未见和未了解的事 因为我有信心 即使身处在这个好像是最恶劣的时代 我都能够带着平安和感激的心 认称这些其实是最好的时代 当我们选择信心 然后滋养这份信心 在和主有关的事物上 获得了完全的知识 这样我们就能够说出 我见证或者我知道 这些这样的说话 我已经在自己心里种了这粒种子 而且由小到大努力地滋养它 使它具有完全的知识 我今天站在这座讲台上 我要见证耶稣是基督 是世界的救赎主 我要见证若失思物是神的先知 主借着活着的工具 将耶稣基督完整而真实的福音 再次带回这个世界上 我见证多马蒙宣会长 是主在今天的先知 同样地信心的选择是属于你和我的 请大家选择信心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